农村小哥捡石头 湖北网友发了两个石头啊 这两个石头看着来 都有那种胶质感啊 这一块 你看这个表皮 就好像那个胶一样 然后这里被它敲烂了一个口 从这个口可以看出 它是引进制的 一点粗糙的感觉都没有啊 哪怕是一点点颗粒感 也看不到 就好像那个胶 或者那种玻璃的感觉啊 然后这个石头 它表皮的话 它还有脊甲纹哦 你看 证明它的硬度还是很高 然后这一块也是 这些小小的就是脊甲纹了 还有这些密密麻麻的 它这里有一些旧的敲口 可以看出 也是像那个胶一样的感觉啊 它这两个石头呢 主要看上去的话 它小粒还是有 像这种条纹 它可能就造就里面会出现一些粒 还有这里 这一块也是 它这里有一道 然后像这些 还有这些 它都会造就里面可能有粒 这一块我估计里面应该是有一点点花纹的 它有点像那种草花玛脑石的感觉啊 但是感觉好像从这个表皮来看 它又没有花纹的表现 好 我们两个的给它切一下 这块石头 网友打算用来做牌子的 所以先要找一下有没有粒 刚才它这里是有一条线条 然后去一点皮 它这个粒是进来了 因为有粒的话 只能找粒 先把脸头给它切啊 看一下有没有粒进到中间 如果没有粒进到中间 这个牌子还是可以出的啊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 来 各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有点尴尬 还是印证了小哥经常说的那一句话 石头不切开的话 真的是不知道啊 你看这个料子 它里面不干净了 有这个杂质的表现啊 但是刚才看这个外皮 看这个口你看 这个胶质感这么前列 看起来那么湿腻 这个愈化度也很高 但是切出这个效果 真的是很难说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头啊 因为石头这个东西 切的每一刀 它有可能都不一样 来各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一刀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变动 底下这一坨还是很杂 它只有上面这一点 它感觉干净一点 它这个石头应该是 它往这边切的 只有上面这一点点 应该是这种幼稚 一过了这一层 它里面就是这个黄心的了 它的裂还是进来了啊 然后这边 它这个小小的裂 这种小内裂还是有 然后这个石头也可以说 报废了 因为首先它不干净 有浴化度的话也不管用 因为一个料子不干净的话 既做出来的东西 看上去都是很难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啊 这一块刚才也是找了一下裂 往这里切了一点 感觉这个裂它不是很大 然后往这里再切进来一点 发现这个裂啊 它应该是进得不深 然后给它直接开片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死的瞬间啊 哇塞 也是有点尴尬 你看 它里面起这个白雾了 然后中间这里有裂 这里有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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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这个幼稚的话 它又没有达到 这个开口这里啊 看起来那么纯净啊 所以说石头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不切不知道 切开也有可能是吓一跳啊 这两个料子啊 从表皮来看的话 真的是很难看出 它里面变动这么大 报废王闪链登场啊 今天又成功的报废了两个石头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了 感谢你收看小哥的视频啊